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畫畫日常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盒 Copic麥克筆 這一盒是72色的 那這也是大部分廣社的人 就會買一盒這個Copic麥克筆 那我認證說 我在高中廣社科的時候 沒有 應該是沒有一次認真的來使用我的麥克筆 我的麥克筆永遠都是借給別人使用 然後我自己就是 畫三秒鐘 我就交卷 就是直接 耍廢 亂畫 然後我就直接丟出去 然後我的麥克筆就借給別人 所以我的顏色 目前是一個亂七八糟的狀態 我也沒有認真的去理會它 因為我自己擅長的是 畫水彩 素描跟 色鉛筆 那還有一些水性 油性的顏料 跟這個 不太熟悉 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想說我們就來 就是把麥克筆拿出來畫畫看 因為我知道 這一盒麥克筆其實還蠻貴的 那我們就把它拿出來畫畫 然後用我自己 水彩的一些基本 然後把它 套用在麥克筆上面 我不知道到底可不可行 反正我們就來畫畫看 就對了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顏色 先整理乾淨 然後來看看它到底有沒有水 因為 其實已經過我還蠻久的 大概三四年了吧 不知道有沒有水 順便分享一下 這是我最近用色鉛筆畫 那你如果對我 怎麼畫的 然後我用什麼色鉛筆 各種不同奇怪的色鉛筆 還有水彩 就是混合使用 怎麼畫的 然後還有我的繪畫過程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影片 我影片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好啊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 Copic麥克筆拿出來 然後好好整理一下它的顏色吧 雖然這個盒子上面已經有寫說 它的原本怎麼排列 但是我想要以我自己個人習慣來排列 所以我們先來分類一下這些顏色吧 OK 那我們大致顏色分類就差不多長這樣子 就是比較暖和的顏色 比較冷的顏色 還有綠色 綠色就是我平常會喜歡把它單獨拿來使用 所以我就把它單獨分類成一類 然後還有我們沒有任何顏色的黑白 黑灰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測試 每一支麥克筆到底畫出來是什麼顏色 然後它到底還有沒有水 然後它有沒有髒掉 我們就來清潔一下這些麥克筆 因為借給同學使用 我的麥克筆外面都已經有一些墨水附著在上面了 所以我把它清乾淨然後來看看 他們到底畫出來的顏色到底長怎麼樣 那我們也順便做一下色卡 因為就是畫麥克筆的人都知道它的蓋子 然後跟它的筆頭的顏色 跟它畫出來的顏色其實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如果要快速的尋找一個顏色的話 你就會用這些色卡 就是我們把每一個筆的型號 跟我們的筆畫出來的顏色 全部把它放在一個小表格上面 然後我們要畫的時候 需要這個顏色我們就開那個表 然後我們就可以快速找到這個顏色 而不會我們試來試去 結果都試不到我們想要的顏色 OK 那我們的暖色部分已經測試完了 那大部分都超級油水 非常意外 那除了這兩支 已經完全畫不出來 都已經乾掉了 那其他的都是爆炸的油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除了一些筆頭啊 就是比較寬的那一邊 有筆頭可能有些插開來 那大部分還是蠻OK的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用一下我們暖色的部分 不 冷色跟綠色的部分 OK 那我們也把比較冷的顏色都給它測試完了 那很讚的是 全部都超油水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用綠色的部分 超讚!全部的綠色都超級油水 那我們也順便把我們的黑灰白也測試測試 也都超油水 就除了那兩支 就這兩支比較接近膚色的顏色以外 其他的都超油水 超級驚喜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排列一下我們的顏色 到底要怎麼排列會比較好 比較符合我自己的繪畫風格 然後我們就把它畫到我們的色票上面 大致分類完了 看起來很紓壓 就是我們有整齊的顏色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製作我們的色卡 把每一個顏色全部畫上去 那我們應該也會再做一些細微調整 因為蓋子的顏色跟畫出來的顏色可能差距有點大 所以我們待會還會再做調整 反正我們就來做我們的歡樂色卡吧 好 超嗨 我們把一整張紙測試完了 超萌 OK 我們完成啦 我們超漂亮的 又整齊的色票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容易找到我們要的顏色 那我們也把整盒的Copec 整齊的排好 看起來超級 心情超級好 那我們最近就會拿這一盒Copec麦克筆 然後來畫一些神奇的圖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Copec麦克筆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請記得按個讚 請按個讚 我的名字是凱云 然後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 拜拜